按鈕然後接下來這個按鈕裡面的程序怎麼產生 實際上程序分成兩種 不外乎就按下去它就結束 它也不會return 一個是按下產生一個制定的一個程序 兩個都是VBA 所以VBA大概分成兩種 一種是按下去按鈕一鍵完成 沒有return值沒有返還的 一個是有返還值 那個叫function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開放人員裡面的VBA 然後呢 接下來一定要記住 就是這邊有個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沒有模組的話 什麼事都不能做 那不過我們就你可以把它練習 當然可以把它移除掉 假設移除 要不要匯出for 然後再按右鍵插入一個型的模組 那有些時候同學問說 那個我寫好的程式怎麼備份 其實以後 最重要你當然可以把程式跟資料分離 程式你可以把它貼到雲端上 以後貼回來就可以馬上work了 有沒有 剛剛你們不是一貼就ok了 那再來就是說環境的部分 環境呢 當然你直接把這個VBA打開 它就跳出來 我建議是把它浮動在上面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有同學之前遇到幾個問題 因為他只要看到叉叉 他就想要把它點下去 他看到叉叉就想要把它點下去 然後就造成這樣子結果 結果他就很懊惱 就開始憂鬱了 然後他想說點下去 又打開 又是一樣的 他就問我說是不是要重灌 我說不需要 為了這種事情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將來不小心關掉也沒有關係 你記得 只要找到一個叫做專案總管的就可以了 專案總管在哪裡呢 檢視裡面 就會看到有個叫專案總管的東西了 所以往後呢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任何東西 其實只要在檢視裡面 都可以把它叫回來了 而且所有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都在檢視可以看到 所以慢慢你要跟他相處一段時間 而且你將來 如果希望靠他幫你提高工作效率的話 你就要多多跟他認識 沒事的話就把它打開來看看 然後呢 再把這個相關功能打開來 然後專案總管 然後剛剛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他就打開來了 那如果你程式需要把它抓下來的話 其實就是彈出視窗Ctrl-C 也許你可以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我的習慣是很喜歡放在雲端 因為很好找啦 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walk了 那剛剛的東西 如果你要重新再來過 有不要放這邊 執行它 OK可以walk 不然的話就增加一個按鈕 也可以walk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不過會有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這個大家環境先介紹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字太小了吧 有沒有 而且這邊會反光 所以我剛剛不是建議各位 是不是要類似像一個further夾 你看這樣就很很棒了 所以之前有同學 上課就記得帶一個這個 類似further夾有沒有 這樣一次 不然的話其實反光還蠻嚴重的 你看這樣其實還蠻不舒服的 有沒有OK好 再來的話就是說那個字有沒有 字太小怎麼辦 把它放大 怎麼放大 特別是說工具裡面的選項 工具選項 裡面的撰寫風格 就會有個字大小 我是建議大概12或14左右 大概是這個把它字放大 否則的話你會發現 寫成是用這麼小的字 會很傷眼力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稍微改一下 因為我每次看同學 字這麼小 看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OK好 按確定 字就放大了 好 接下來我們如果說要產生一個程序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那這個地方的話 恐怕你要思索幾個問題 來把這個地方先刪掉一下 重新再來 插入程序 那這個程序怎麼來的 如果說你以後 Visual Basic 第一個 名稱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需要一個程序叫做門號 假設我們剛剛那個門號 你就把這個門號兩個打上去 那形態的話 我們主要會有用兩個 一個叫Sub